誰先抵達公車迴轉道的終點 誰就是獲勝者 你打針就是吃了藥 待會我是直接用這台小學啦 來跟你PK你這個公路程 決定先做進攻 不要跑啊 哇 怎麼突然跌那麼近 欸又來到了我們的對決系列 我們上一次對決是什麼時候 對決 對決 喔 我想起來了 我騎電腐車 喔好久喔 那很久以前耶 有 你騎風貴嘴電腐車 我用公路車 對啊 這一集算是它的改編版 大家把鏡頭帶遠一點 看一下我今天要騎什麼車 常常你在那邊嫌說你的車 太便宜 跟我的差距太多 我特別花了六萬多塊去買一台新車 有沒有看到小哲 待會我就直接用這台小哲啦 來跟你PK你這個公路車 你這也是很尊榮的小哲啊 下一集再跟大家介紹 我們今天要來挑戰的路線 也就是我們身後的棕色路 那全長大概是四公里 爬升大約是兩百多公尺 我沒記錯的話 那我們今天的挑戰規則呢 就是從這邊出發 誰先抵達公車迴轉道的終點 誰就是獲勝者 那今天的比賽沒有那麼簡單 通常我們都是贏的有什麼獎勵啦 那我們今天呢是輸加油懲罰 只要在今天比賽 就是落敗的選手 這個慘絕人道的懲罰即將等 我覺得要期待耶 因為 你也想要被懲罰 我應該會贏吧 好啦 話不多說我們就準備開始今天的挑戰 期待期待 那我們今天呢都是使用Garmin 最新推出的車表 我是使用H840 我使用H540 沒錯 好 直接開始 出發 對決開始 是時候展現真正的技術 出發出發 出發 車表馬上就跳出上坡通知了 馬上跳出來 我決定 在這裡架什麼架 我的策略就是 其實像昨天我們剛剛也在看全大運的比賽 一開始衝出去的人呢 帶在前頭 那個第一圈喔 都不能堅持多久 我現在的策略就是 讓它往前衝 然後消耗很多精力 最後再慢慢的 蚕食驚吞它 等下是仔細啊 我的策略就是在一開始要先進攻 畢竟我的車子沒有太大的優勢 所以我現在 在出發路段盡可能在 比較平的地方 先把距離拉開一點 我看車表跟它距離300公尺 好痠喔 這小折的缺點就是 輪子太小了 所以 力量在那邊用力了 蠟半天 往前帶動呢 效果就有一點點 它不是早上才去爬冷水坑而已嗎 哪有加五爛 哇 距離慢慢被拉近 我看我剛剛距離 竟然只有100公尺 它是不是很不想輸啊 是不是有點變胖 沒有 對 沒有吃大航臭臭鍋 沒有吃大航臭臭鍋 我剛剛傳了一個訊息給 出魔力所 我打說不要等我 稍微激勵一下他 畢竟現在我是小福領先 看到他可能就覺得有點諷刺 我現在小折的 比賽第二個缺點 這個檔位太少了 平常都騎11速12速的車 就是那個檔位可以有 兩個大盤 然後11個或12個小盤 就是飛輪 但我現在小折只有六個耶 只有3乘以2 所以我現在的狀況就是 用最輕檔有點太輕 用第二檔又有點太重 我現在目標還是要 持續跟他保持200公尺的差距 不然我擔心我在後段 可能體力開始下滑的時候 甚至在最後要加速 小折會發揮不出工資 他目前應該剛剛經過警察局 車表顯示 車表顯示 車表顯示我現在的坡度 剛剛都在89%左右 車表顯示我現在的坡度 剛剛都在89%左右 就是8% 7%的這種坡度的時候 第二檔就有點太重了 所以必須要稍微站起來 可是換到最輕檔又有點在空彩 可惡 我們剛剛完成了第一段的Strava路段 花了7分59 爬完1.8公里 他其實那麼快喔 啊 他其實那麼快喔 天啊 X都沒掉 這邊是打針是不是吃了藥 一定有問題 他現在也在持續拉近我之中 目前的車表 好,我們之間的距離顯示只剩120公尺 唱歌 滑坡完成 OK 我們也即將經過 棕色路的接近一半的地方 就是雙溪國小 經過這學校 通常代表你的距離大概剩下一半 但後面的坡度也會 我覺得稍微比較辛苦一點 小良 你在哪兒 那因為我現在其實是沒有 裝功率的情況下 所以 它的這個新功能 體能及時的評估 就是有點像打遊戲那個量條 你現在還有多少血量 目前是沒有那麼精準 因為它只用心率 還有速度 來做一個推估 來做一個推估 我們現在距離是不是有點拉開了 可能有300公尺 它也在加速囉 喔 我看那個車表的顯示 從剛100到300 里程已經剩下最後的三分之一了 我們大概已經完成了2.7公里 我剛有發現一個 就是我平常會看的功能 但現在沒辦法使用的功能 蠻可惜的 就是 它其實有推出一個有點像 即時體能量表 就是那種 打遊戲的協調 可是因為我現在這台車沒有 其他的配備 就是沒有功率計 所以它只能透過我的時速跟心跳 去評估我的剩餘 還可以騎多元的力氣 我剛還想到一個 應該說我剛騎乘 感覺上 又找到一個 這個小折跟公路車的差距 其實這小折 它的關節是可以收折的設定 所以它實際騎起來的剛性 有點軟 所以你會覺得你力量一直被消耗掉 再加上這個輪胎 可能也比較寬的關係 所以會覺得力量一直不見 不要跑 不要跑 站住 最後了 看到終點了 哇 哇 怎麼突然變那麼近 超故意 故意 好 讓我看到要追上希望 然後就 直接把我幹掉 好 看來你被懲罰 只是剛好而已 練太少了 你這個有裝什麼 電斧喔 看起來有嗎 有吧 中間突然不見耶 不是我今天就跟你說 我的策略一出發 我剛剛跟鏡頭講 我沒有電阿 我只有這個 我只是一出發先衝刺 然後想說 你可能後段會加速回來 沒想到就是加速之後 就看不到你 我一直在地圖上 跨接近然後被拉開 跨接近又被拉開 跟你最近的時候 就是那個上坡 轉彎的時候 你跟我擦肩餓過 好 進懲罰之前 還是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今天使用的Garmin車表 那我手上用的這兩顆呢 是我第一顆使用的是 Garmin他們家的530 功能其實就非常齊全 不管是 圖資資訊啊 或是你騎乘中的一些圖示 都會顯示得非常清楚 但是在去年我拿到了1040之後 530就就此被我打入冷工 因為其實 在1040推出 到我們今天實測的540跟840 其實它的功能進步的超多 就來跟大家簡單分享幾個 像1040有的這些體能評估 540跟840是全部都有下放的 但是他們定位 畢竟只是中階的這個車表價位 所以價差上 就可以爭取到很好的優勢 那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幾天已經用了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的一些簡單心得分享 第一個可以看到它的外框差距 像我左手邊這一顆是H840 那右手邊這邊是540 它的外框啊 有一個咖啡色的外框 就是太陽能板 那在這一次兩顆錶款 就是有搭載 有太陽能板跟沒太陽板的之後呢 它的電池續航表現其實提升了超多 我記得以前530在挑戰雙塔的過程 就你可能需要擔心要不要繼續充電 但像我們剛剛騎了這麼久 我在這幾天使用下來 H840它的耗電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節省 而且我今天騎了兩個小時 才掉10%電而已耶 誇張吧 下一個功能呢我覺得非常厲害的是 即時體能評估 就是我們騎乘當中 有時候會有一些數據上 你可能不太確定現在心跳 你的體能狀況到底還可以騎多久 這時候Garmin車表上就會顯示出來 有點像遊戲中的血條 那這個血條呢就可以一直跟你說 你現在的血條剩下多少 會隨著你的速度 然後體能慢慢的下滑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酷的功能 而且我騎了XX 在追他那段 血條幾乎見底 等一下你剛剛是說詹話嗎 下一個功能 下一個功能呢也就是Climbing Pro 他的這次的爬坡功能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 以往我們需要把 就是要騎乘的地圖特別的拉進來 才可以讓我在地圖中顯示 我等一下騎乘的路線 會有多少的爬升還有多少的距離 但這一次在爬坡的時候 你只要一遇到爬坡 他就會主動告知你 你接下來爬坡會有多少距離 而且我們只要爬完一個路段之後 他就會直接咒越 然後恭喜你完成這一段 然後下一段坡路直接出來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還要爬多長 還要爬多遠 那這次540跟840最大的不一樣呢 就是他的螢幕上有搭載了有觸控面板跟沒有觸控面板 像540有太陽能板沒太陽能板 都一樣不能觸控 他只能透過按鍵來使用 那840呢就可以透過觸控來使用這個車表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方便的功能 像我們剛剛騎乘過程當中 我們這次是競賽 所以我們有加入一個Live Track 就是這個即時追蹤隊友在哪裡的這個功能 那我剛剛就在過程當中 持續的傳訊息給Tim逢迪索跟他說 欸你要加油我車子壞掉了 但我都沒有收到他的訊息 我想這可能是沒有觸控功能 可能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車表介紹得差不多了 上道具 懲罰準備開始囉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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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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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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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